你买这个 那这家公司一直好好发展 那大家去运动 这个就是健康的投资 那简单的讲 过去我们的疫情 那现在疫情结束了 那在美国大的健身房 他必须每三年换肌一次 所以以今年下半年跟明年的话 都是他的换肌草 10月份有机会超过30亿 那过去最高的 那10月份有可能再继续创新高 明年的话已经说一定会大幅度的成长 那这个维生的话 这档个股的话这么讲 因为他是做电动车的 那电动车他之前的话 因为那个订单延的 所以以目前来讲 从今年到明年的话 他的疫情会大幅度往上涨 那最重要的 我们看投信8月份开始 买到现在也没有在卖 那这个从筹码面跟疫情面来讲 我个人认为 明年的话这两档都有机会